以下是二零一九年四月五號 嫖院長 讓我為美善做幽靈醫生的錄音 小緣 你來這裡時間也不斷了 我非常地信任你 美善的手術 就由你來操刀吧 我很想做 可是院長我沒有資質的 我不能動刀 年輕人 總是要經歷第一次的 要不是那天我有個 VVIP客戶 我也不可能把機會給你 那這萬一要是被發現了 怕什麼 誰會發現 到時候他一上麻藥 什麼都不知道 你做完手術 我再進去 誰能發現 這一行都這樣 你又不是不知道 年輕人 異高人膽大 才能出頭 那要是出問題了怎麼辦 他一個出入職場的小姑娘 又掀不起什麼浪花 再說了 就算出了問題 醫院給你兜著